這個是送雲畫 這個是夏宇喬 對 YA 不是就是白就黑而已嗎 他們其實不同人 但是往前他們都是很像的人 下巴靠著額頭往前 好 高度還可以嗎 可以 就是這個熟悉的地點 我上次來也是看那個點 好 來 放輕鬆看前面就可以囉 好 看直直的囉 再一次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我真的在考試 很好 很棒耶 一群 一群 都對了 誰可以 恭喜 恭喜 這個真的好 這可以飛到1.5喔 可以是 1.5算很強了吧 1.5已經算是非常厲害了 但我們一般來想 標準大概是在0.8以上 就是很棒的 就算正常的事例 就沒有進市 對 那妳剛剛測起來的度數 也是沒有進市 所以 妳的保養其實很好 做得非常好 對 妳不是有在打電動 對啊 我其實 右眼很過度 我以為我可能會進市耶 結果沒有啊 都沒有啊 這效果也太好了 真的 1.5耶 還可以撐了一點點耶 對 可以看得又遠又小 對啊 因為我猜不到 可是其實還看得到 那我們這個檢查 它是針對妳腳毛的弧度 做一個確認 那等一下機器它會亮一個很亮的藍燈 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那我們這一台呢 它是那個免散銅的眼底攝影 那等一下機器它會亮一個非常亮的這個白光 就像閃光燈一樣 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這個是確認妳的度數還有閃光的部分 那等一下妳就是放輕鬆看正前方就可以 機器它會總共測三次 炎壓的話 等一下機器它會吹風 那放輕鬆看正前方的綠色亮點就好 我們這一台就是確認說妳的 腳毛厚度 也就是看一下妳的基本條件 那因為厚度它是天生的 所以其實 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它也是決定妳 適不適合做雷射近視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蠻重要的 來 下巴扣著額頭往前 你就幫我看正前方就可以了 眼睛可以正常眨沒關係 我們這邊先測一下妳的視力部分 好 那我們剛剛做完視力的檢查 那我們現在就是玩一個那個 反應力的小測驗喔 好 來 猜猜它們是誰 這個是瘦雲化 這個是夏雨喬 對 耶 它不是就是白就黑而已嗎 它們其實不同人 但是往前它們都是很像的人 好 那我們再下一題 請找出數字三八在哪裡 三十八 等一下 在這邊跟這邊 我只有看到一個 有兩個 那男 男生 好 那我們再下一題喔 好用 草堅迷神 妳給妳 我不知道它是誰 妳不知道 妳不知道 妳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誰 那我給妳一個提示 一個是董哥 然後一個是草堅迷神 還是兩個都董哥 是吧 一個是草堅迷神 然後一個是董哥 那妳選 哪一個是董哥 哪一個是草堅迷神 左邊那個是董哥 那右邊那個 草堅迷神 答對嗎 答對了 耶 恭喜 恭喜 好 我們再一題 這個 我知道 藍藍 對嗎 對嗎 本來是哪一個 本來是左邊那個 對嘛 你看 左邊那個吧 這哪裡像 到底哪裡像啊 不像 不像 這不像 你看 你看是不是 只要你會說真心話 OK 那我們遊戲結束了 沒了 來了 來吧